买房投资三个坑 你千万不要踩 踩一个让你摇头冒冷汗 踩两个让你赔钱赔到怀疑人生 踩三个 第一个 不要买公寓 就是不要买公寓 我说的今天就算是耶稣来了 也掰不过我 因为投资公寓的坑真的是太多了 除非你真的很懂房地产这个行业 不然买的公寓你必定后悔 为什么不要买 我来和你算笔账你就懂了 首先公寓转手 必须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再次出售时 还要交平估价和原价差额的土地增值税 而且是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和个人所得税一个道理 征收至少30% 最多60% 再加上5.5%的一页税 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 你还打算买吗 再说公寓不能落户 就更别说于户口绑定的学区房 社保医疗福利了 我们买房买的不是砖头 而是房子背后的城市配套 买的是一连串的资源 比如说教育 医疗就业机会 阶层通道等等 千万不要主刺颠倒了 第二个就是小产权 这玩意儿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是指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建的房子 这种房子产权属于集体 不属于个人 你买了这种房子 你只有房子的使用权 没有房子的所有权 唯一的优点就是很便宜 有点像一下子付了几十年的租金 然后买了一套房 很多人都在犹豫买不买小产权的房子 但是小产权房 吞掉了政府卖地的收益 开发商的税收 破坏了既定社会规则 国家是不可能让它转正的 还有一点 这类房子的金融属性非常差 银行非常不喜欢 很难办按揭和抵押 一般只能全款满 把自己一辈子的积蓄 压在这种劣质资产上 真的特别不值 第三个就是商铺 早在十几年前 互联网购物还不那么厉害的时候 商品零售的渠道 主要靠的是商铺 每个城市都有一两条 步行街或者购物中心 而这些地方的商铺的租金 都是天价的 才有了一铺一样三代的说法 但是随着互联网 深入社会各个毛区血管 零售取到了多元化 以及商品产能过剩 商铺的租金已经连年走低 加上19年疫情的影响 你看看当时有几个商铺是开门的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另外商铺是一个 非常容易受到冲击的资产 马路改道 产业衰退 消费升级 市中心人口转移等等 都会令商铺租金大幅下定 其他注入临时交通管制 屏蔽 施工 消防 检查 甚至门口多种了一棵树 都会对商铺的租金有影响 总之商铺是一个 防守性很差的东西 要我说 你有买商铺的钱 还不如去包几个车位 轻轻松松收个租不香吗 你看看现在停车费 贵得吓人 而且还稀缺 我蓝方只讲一些有用的东西 关注下课 收咱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